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军方獲力鎮壓 流血暴動造成上百人死傷 醫院人滿為患 還能看到民眾 滿腿嗜血 痛苦呻吟 而大街上煙消四起 沦為戰場 民眾被催淚瓦斯 熏得受不了 還得不斷用水清洗 馬杜羅暴力鎖國 引發人道危機 外交危機也因此越燒越烈 拿鬼娃恰奇 來嘲諷各國總統杜克 馬杜羅暴滿哥倫比亞 協助運送美國救援物資 索性斬斷兩國外交關係 但眼看國際踏伐聲浪 如台山倒海而來 許多委國安全部隊成員 紛紛叛逃到哥倫比亞 少了軍隊制度靠山 馬杜羅垮台 只剩時間早晚問題 咱的新聞上的報導